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習近平對美國說別當雙面人 但是現在對普京來說 可能真的只剩中國能夠救他了 來 我們來看 就當美巫抱在一起取暖 泽倫斯基到美國享受 超級英雄般的高規格禮遇的時候 中國大陸這一番話 其實非常有象徵意義 誰說的是中國駐俄大使 張大使提到 他怎麼說 他說 俄方在涉港涉疆的問題上面 仗義之言 烏克蘭問題上 我們中國也會秉持公正立場 反對單邊主義制裁 支援俄無雙方展開和談 也呼籲西方國家拜託一下 跟俄羅斯全面對話 2023年中俄將繼續鞏固政治互信 全球多極化是大勢首屈了 霸權主義只能走向窮途末路 這話一樣鋼槍有力 而且各位注意到了嗎 不論是外長王毅在對美國的放話 也都告訴美國 搞單邊霸凌是老套路 對中國是心不通的 或者是中國大陸 駐俄大使宣告世界 用了幾乎一樣的 反對單邊主義 希望大家能夠彼此合作 霸權主義只能走向窮途末路 所以如果你要完全來評論 現在中國大陸對美國以及俄羅斯的想法或做法 那就是繼續圓俄努力抗美 其實就是八個字告訴各位 好我們繼續往下看 現在中國大陸駐俄大使講這段話 包含梅德偉傑夫特別跑到中國大陸訪問 見了習近平還帶了普京總統的親筆手寫信之外 這番話意義重大 因為現在普京是不是真的得靠中國了 我們來看在俄武戰爭初期你要知道 我一直說普京的武器不是核武啊 普京的武器不是那個曾經橫掃歐洲大陸的坦克部隊啊 他最大的兩個武器是能源 還有蘆布啊 美國也知道啊 所以這回不斷地想切斷 截斷俄羅斯的能源收入 包含種種的限價手段啦 包含種種的制裁手段啦 包含威脅誰威脅誰不准繼續買 或是少買一點等等等 發現這些辦法辦不到 那怎麼辦呢 把管線給炸了嘛 那我看你能源賣給誰嘛 所以各位你看 從過去的北溪一號北溪二號 到現在最近發生的 俄羅斯經烏克蘭輸送到歐洲的天然氣管線 又爆炸 而且還炸死了不少人 你要知道 從北溪一號二號之後 已經有不少俄羅斯輸送天然氣的管線 都疑似遭到人為破壞 為什麼 就是讓你沒錢賺嘛 就是要把你手中這張能源王牌 給毀掉嘛 有沒有用 我跟你講還真有用 根據彭博社最新的統計 從北溪出現狀況之後呢 俄羅斯每個月的能源收入 損失高達40億美元 各位40億美元 是非常可怕的一個數字 過去歐洲想不用也不行 因為管線還在 只要普丁不把水龍頭關起來 我就繼續賣 那怎麼辦 我把管線炸了 讓你沒得送 讓想買的人沒得買 我就逼你俄羅斯走上絕路 好啦 這些管線沒了 每個月損失這麼多錢 只好向東轉 我們來看好 全線貫通之後呢 連通了在俄羅斯東部 儲量最大的天然氣田 它的儲量達到 1.8萬多億的平方米 這一來能夠提高 對中國的輸氣量 而對中國的大陸當然有好處啊 減少我對海運天然氣或是美國 LNG的依賴 所以我說了 現在的普京 現在的俄羅斯 想在經濟上面撐住 大概真的必須得靠中國 而中國對俄羅斯的經濟支援 確實也不是嘴上說說 我們來看 今年1到11月 中俄雙邊的貿易額達到了 1724.1億美元 其中超過1000億 都是中國對俄羅斯的 進口 就是中國買俄羅斯的東西啊 同比上漲將近百分之五十 所以在美國不斷地用疫情啦 用一些小打小鬧 去挑釁中國大陸的同時 在美國不斷地用原污 試圖要繼續製造國際衝突 拖垮俄羅斯的時候 那很抱歉 你真的就是把中俄越逼越緊 越抱越緊 越靠越緊 將軍 你想想吧 美國這個 他的所謂大博弈的戰略 表面上看起來是 拿烏克蘭去拖垮俄羅斯 對不對 達到現在 一看得出美國第二個陰謀 已經把歐盟也拖垮了 對不對 那今天剛剛介大師講的叢林法則 那就是黑道用的辦法 逼你沒飯吃 逼你沒有錢賺 然後再勒索你 再搶你的東西 我們已經看了很多例子啊 尤其台灣現在很多還磨磨隆隆呢 假定說一個房子失火了 消防隊員來了 他不去滅火 他把你家有錢的東西都搶走了 這就是我們台灣現在面的問題啊 要你買軍火 要你把台積電弄走 對歐洲的 烏克蘭的支持呢 重一點軍火 叫整個歐盟去支援他 把那歐盟搞得一窮二白 他反而還賺歐盟的錢 這種在背後插刀的事情 國際上沒有傻瓜的了 都知道 那現在中國面臨的問題呢 就是說我還沒明白 把這個臉撕破 去援助俄羅斯 所以你剛剛講的 就是我金錢上支持你嘛 我買你的氣吧 我買你的油嘛 但是中國大陸難道不懂存亡此寒骨牌效益嗎 你真的把俄羅斯搞垮了 下一個就是你啊 是 全世界都知道 美國已經在劍指中國 已經下了很多功夫了嘛 經濟戰 貿易戰 政治戰 對不對 什麼都在打嘛 所以拜登也不過就為了 2020他要選 他緩一緩 但是選過緩過去來 會饒過你中國大陸嘛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也表現很低調 就極其加強戰備 我告訴你 中國大陸現在在軍方的投資 跟訓練 跟準備 台灣老百姓比較傻傻的看熱鬧啊 你知道俄羅斯為什麼打得那麼辛苦嗎 因為他大部分的軍力還是二戰以後 坦克車 飛機 武裝直升機 烏克蘭死了不少人 換到了一個時間 美國的新武器實驗場上來 讓俄羅斯打得現在很辛苦 對不對 那現在就是俄國也面臨到 普丁老大的威望已經快要破解了 白俄羅斯不幫忙 中國在不幫忙 他這個歐洲老大 以前二戰的時候 俄羅斯是最強的啊 多少附庸國在他身邊啊 現在最後一張王牌就要逼得他倒台的 所以你看普丁會越來越對中國大陸靠躬 那是必然的現象 現在唯一能夠稱他的就是中國大陸 白俄羅斯那一點兵力 還不能夠解決整個俄乌戰場的這個狀況 那俄羅斯的弱點也出來了 號稱戰鬥民族 一到動員的時候還跑了一堆 這個東西畢竟上一個時代 這一個時代還是有落差的 你像我們想想我們父兄抗戰北伐那個時候 戰鬥意志很高啊 就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們現在的下一代的戰鬥意志 那也不見得能夠跟祖輩能相比 所以俄羅斯狀況現在真的也是滿 到一個critical moment 是一個滿辛苦的一個時候 因為經濟戰撐下去 也是人家全歐洲之力跟美國的之力在打你 雖然是油啊什麼東西 它就讓你不出口嘛 嗯 對不對 所以這個問題我覺得 這一兩年是滿 滿這個面臨的分水嶺的時候 說不定 逼急了 正式軍援你俄羅斯也有 那是最後一步了 嗯 現在在經濟上救你 別的方向救你 那不可能不撐他的啦 如果有一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往往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掃描一下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投來購買 這裡呢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